我们来看一下此刻正在进行的这个上和峰会 7月4号习近平这次他除了来参加上和峰会之外 在哈萨克还有塔吉克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两国都用顶级的最高规格来欢迎他 你看到到哈萨克的时候 甚至稍后画面中你会看到 两国元首是手牵手步上红毯 这一幕非常的特别 那旁边你看到两个人的表情 通常看肢体语言看表情 看旁边的排场等等 你就看得到这两国的交情 那习近平抵达之后发表了书面谈话 很特别的四个字 肝胆相照 好对于中国来讲 对于习近平来讲 肝胆相照的国家有哪些呢 有匈牙利啊 记不记得5月8号访问匈牙利也是肝胆相照 还有白俄啊 有没有白俄访华 中方也说白俄罗斯是中方肝胆相照的伙伴 配得上这四个字国家不多 那今天有落网媒分析了 这个上和峰会 虽然远在中亚 但是西方可能瞪大眼睛 没有料到几点 第一个 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到场 亲自到场还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 然后印度当然是降规参加了 只派了外长级别来 那土耳其也来了 还有呢你看到这个普丁有没有 普丁在这里虽然受到西方制裁 但是仍然受到这个热烈欢迎 还有白俄这次加入 来我们把中间这张照片放在大荧幕 导播调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五国领导人拍的这个照片 那这次是哈萨克主办嘛 那这个照片很特别 你看到中间站C位的是谁 普丁 那依序呢是这个习近平嘛 哈萨克领导人普丁嘛 这个是这个 这是塔吉克的这个领导人 还有白俄的领导人 对不对啊 好亮哥从这个照片当中来解析一下 这是哈萨克的上和峰会 这个习近平是尊重普丁嘛 所以让他站中间 因为中国大陆跟中亚会另开峰会 所以坦白讲啊 这个中亚有一些事件的发生 就是俄罗斯放手了啦 不然根本不可能发生啦 比如说中国与中亚的峰会 那这个中吉武铁路啦 那还有比如说哈萨克跟塔吉克 这个俄罗斯放手 让中国的经济力量整个进来 因为俄罗斯知道自己hold不住啦 那中亚国家 坦白讲他跟俄罗斯还是竞争关系 一类他们都是能源的出口者 那中国都是第一大买家 那能够提供基础建设工业的制造 这个俄罗斯都做不到嘛 然后西方要来争嘛 那俄罗斯与其让美国的势力进来 不如就让中国的势力进来 所以我认为普京是没有选择啦 没有选择 对然后中国要把面子做给他 对但因为中亚以前是 算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嘛 对历史上 所以这张图就含 这张照片的位置其实含义是有点重 所以我认为是 这样照出这个照片有点学问 他这张照片不是只有 他不是只有五个人 这张照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共有十二个人 他还有十二个人 都是中亚 就是这个成员国 那问题就其实看起来最中间的是 那个哈萨克的总统 对你看你看那个 所以他这是裁没有裁好 因为是在哈萨克办 对那习近平的右手边也还有 对吧一左一右 对对对对 就是这张他是在裁切的时候 所以中跟二是站在他旁边 对最中间的 对那这样就这样就比较能解释 因为是地主国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西方国家常这样剪 哦你看我们就掉坑里 对不对 谢谢接大使提供这个完整的一个资讯 因为这边有一张这是完整 哦这是完整 对对对一共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 对对不同的切法 不同的含义 对给大家看一下 那当然亮哥你看一下 这次尤其是这个习近平 他两国的国事访问 哈萨克还有塔吉克 你觉得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 尤其跟这个塔吉克牵着手的那个进行 塔吉克坦白讲这个我刚看他的联合声明 基本上就是需要中国大陆沿着一带一路的计划 提供更多的投资 包括能源的投资 那还有工业上的投资 那我觉得有些话 他没有写在上面 因为中国大陆要稳住阿富汗的局势 阿富汗的南部就是塔利班 塔利班就是普什图 那普什图这个种族 巴基斯坦就是普什图 所以中国稳住跟塔利班的关系是没问题的 可是阿富汗的北方叫北方联盟 那个是塔吉克族 那那个长期就是叛军 那你阿富汗要稳住 你就是这个普什图人跟塔吉克族要共同合作 要分权力 那塔吉克族背后的力量就是塔吉克斯坦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 因为他跟巴基斯坦本来就很熟 所以现在就是要来稳住塔吉克斯坦 以便稳住阿富汗 所以这一盘旗事实上是 坦白讲这已经是中亚的最后一块拼图了 就是接下来就到阿富汗 那稳住阿富汗 大概整个中亚大概就稳住了 大概就稳住 因为那个土库曼 那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那就只有对中国开放签证 那个国家我们签证都签不到 那再进来 那个吉尔吉斯 还有那个乌兹别克 那个就是要用中吉乌铁路去贯穿 就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都已经有计划了 那这个事实上中国铺排了非常久的时间 因为2012年习近平在哈萨克学院 就是他的最高学府第一次提出一带一路 到现在12年 你看他多有耐心 所以我觉得中国真的是看事情看得很远 他先把战略说出来 然后一块一块拼图这样 那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 也不要得罪既有的势力 那这里面他还在那边等啊 耐心的等到俄罗斯承认自己不行 中吉乌铁路也不是中国去提出来的 是吉尔吉斯去提的 那俄罗斯挡了他25年嘛 那终于俄罗斯就让了 那个中吉乌铁路中国做可行性评估两年啊 今年才正式签约啊 所以你看他做事情其实 我认为是蛮谨慎的 他也不会搞假大空啊 吹牛说我立刻来盖 事实上中吉乌铁路是非常不好盖的 可是也只有中国人盖了 这也是事实 那这个贯穿了之后你可以去想象 如果到了乌兹别克啊 那就可以再往前接到伊朗 那伊朗再往前接到土耳其 那就整个窜起来了 就是中亚就接到了欧亚 欧亚就伊朗嘛 还有阿富汗 然后再往前就接到欧洲啦 就是这样 那这整个 而且中吉乌铁路 没有经过俄罗斯 所以为什么俄罗斯那么抗拒 因为这等于就是让中国 有机会不经过俄罗斯 拉一条铁路直接进入南欧啦 就是这样 亮哥怎么看待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书现在这里 让这个西方有点惊讶 我觉得这个我不会太意外啦 事实上 目前这个 这个我们广义讲叫全球南方啦 全球南方几个资助嘛 事实上都跟中国大陆有关啦 那因为他不好去称赞俄罗斯啊 所以就趁着中国跟中亚的场合来提出这样的观点 我因为现在未来金专 金专会召开因为是俄罗斯轮值主席嘛 那他也不好太催他啦 他也要在两个国做人啊 所以我是认为啦这个 这个所以就是尽量再知道这个是一个多级的世界吧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联合国这种生意已经越来越多了啦 而且坦白讲也让欧洲感受到压力 所以有一些国家也在调整他的策略啦 那未来 未来你会慢慢看到啦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现在跟美国打交道的几个政权 看起来都要倒了嘛 那新的政府上来 我认为会有不太一样的思维 欢迎订阅